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贯书说什么达尔文发现了正确的生物演化机制给予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最后一击 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可能站不住脚 首先 生物演化的事实或者各种理论上的说法 至少是在18世纪末就已经非常流行 这一点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谢林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 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 这种说法在博物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中非常流行 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达尔文对这些东西是完全不知道的 康德和谢林的著作在英国 在伦敦和爱丁堡都有一些影响 两个地方都有生物学家相信生物演化 很难说达尔文有什么原创性的发现 甚至就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什么普世的生物演化理论而言 他完全没有理解生物演化中真正重要的理论问题 当然这里不是要讲一门关于演化生物学历史的课 也不是要对所谓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 我想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是 在达尔文之前有更多的人为演化生物学做了更多的贡献 而非常不公平的事 他们现在都被遗忘了 如果我们回到19世纪 大家问当时欧洲生物学中的大家是谁 应该不会有人想到达尔文 如果是在英国 大家首先会想到为古生物学和收集生物标本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国博物学家欧文 如果大家以后有人去参观大英博物馆 里边的博物学封馆在那个时候就是他负责的 如果是在法国 当然是被达尔文批判过的 但实际成就远超达尔文的巨尾业 如果是在德意志国家 那么肯定是红宝 红宝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探险家 他到过美洲和俄罗斯去搜集标本 很多时候还是受当地政府的邀请 欧文巨尾业和红宝仍然是博物学传统 注重搜集标本 注重观察的代表 而新兴实验型生物学的代表 在法国是伯纳德 在德国则是赫姆赫尔兹和他的学生们 他们的实验工作进一步证明 可以用物理化学方法研究有生命的课题 看过人物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思潮 在博物学传统中 有一点的确是跟达尔文有关的 那就是演化思潮特别流行 但刚才我们提到过 演化思潮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很流行 其实德意志观念论本身也是一种演化思潮 在达尔文之后 虽然多数生物学家仍然不相信自然选择机制 但他们普遍都确信物种演化的确是发生了的 不过这种演化思潮还没有完全脱离哲学的影响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所谓演化仍然是一种哲学学说 而非靠得住的科学理论 即便在达尔文之后 如斯宾塞等人仍然试图利用演化观念 建立一套体系性学说 解释人类和宇宙的发展 而在德国科学家海克尔等人激烈的支持演化 并用一种唯物主义的演化观去攻击传统思想 把演化思潮做了政治用途 而在新兴的实验型生物学中 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活力论退场 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了市场 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古老理论 一直到19世纪初仍然有大量的追随者 他们认为生命体有一种不同于物理化学力的 独特的生命活力控制 所以研究生命有机体 物理化学方法是有些局限性的 但随着伯纳德和赫姆赫尔兹团队的实验生物学 取得巨大成功 没人再质疑物理化学方法的有效性 而活力却一直无法精确检测 所以也就慢慢逝去了市场 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数学 数学本身不是实证科学 但是数学的发展对推进某些实证科学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讲数学在两个方面的进展 第一个是概率论 19世纪之前 当然也有人谈论概率和统计问题 但是概率论的理论体系开始成型 无疑是在19世纪 其中主要的学者包括凯特勒 一些物理学家高尔顿和皮尔森等 凯特勒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对于概率和统计问题的思考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需要 就像我们现在进行人口普查一样 当时在欧洲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 也有类似需求 他们必须对社会经济 政治人力军事等等各个方面 有比较精确的了解 在生物学家中发展概率论的 有高尔顿和皮尔森 两个人都是英国人 高尔顿还是达尔文的亲戚 在生物学中发展概率论 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研究 种群的需要 需要了解某个性状 在种群中的分布等等 而在物理学中 概率论的用处更加明显 在气体分子动力论中 和后来的统计力学中 必须从整体出发处理大规模的分子运动 这一点是显然是必须的 如果概率论和统计学 在发展过程中 更多和实际的科研需求相关 那么非欧几何在19世纪的发展 则比较明确的反映了 人类纯粹理性的巨大力量 要知道 欧几里德几何一直以来 被多数人视作理所当然的 和世界相符合 但在19世纪 罗巴切夫斯基 黎曼和赫尔姆赫兹 等数学家证明了 欧几里德几何 谈不上一定和真实世界相符 也就是说 真实世界是否是 欧几里德几何支持下的物理学说 的那样是要打上问号的 结果可能是有的地方相符合 有的地方不符合 而非欧几何的出现 表明人类的理性 可以经由给定的公理出发 自己生成一个自足的公理系统 而欧几里德几何也只是 无数个这样的系统之中的其中一个罢了 当然 19世纪的数学家们 可能还只是把非欧几何看成一种 纯粹数学上的成就 但到了20世纪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就大大受益于非欧几何 这时 非欧几何在实证科学上 也有了用武之地 而爱因斯坦也证明了 我们的物理空间不一定就是欧几里德空间 到这里生命科学和数学部分的内容就结束了 可能同学要问 为什么没有讲到社会科学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提一下 的确 19世纪也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科学成型的关键时期 比如经济学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 取代了过去的劳动价值论 再来 19世纪的欧洲在全世界处于毫无疑问的优势地位 这时研究他者 研究其他族群的人类学也变得越来越细化 不过 由于社会科学以前多从精神哲学中脱胎而出 受哲学的影响最大 所以他也是最后一个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的学科大类 并且这种脱离直到20世纪初才彻底完成 可以讲 在19世纪社会科学中很多学科还都没成熟 仍在讨论一些容易让人迷惑的所谓哲学问题 好了 到这里 这一小节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